女人狠起来比男人还要狠 木头姐的基金是不是要爆仓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麦克 墨尔本最受欢迎的股票分析师之一 好了 今天我们来首先来聊一下 中国女足在上周日在最后关头 神奇般的反超韩国获得了亚洲杯的冠军 这个反差也和之前中国男足输于 亚洲其他小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知道在网上现在有很多的段子 纷纷在说中国女足非常的好 中国男足简直就是无以形容 撇开这些不说 其实在金融领域的话 我们之前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中 也很少是出现女性投资家的名字 不论是像巴菲特 比尔盖茨也好 或者像之前的索罗斯 李嘉诚等等这些 大鳄或者是金融大业 很少是出现女性的名字 这个局面一直到过去两年 以木头姐为代表的新一代 新兴的能源和电动车板块中 展露头角的女性投资家 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我们知道以特斯拉为代表的 新一代的电动车行业 在过去的五年的回报率 是超过了1000%以上 换句话说就是10倍以上的回报 咱们还是非常保守的来说 实际上 木头姐旗下的五个基金中 其中最著名的基金 也就是它的以科技创新基金为代表那支基金 在过去2015年到现在的回报率 年均回报是超过37%以上 但是呢 很多人的重点呢 并没有看在这年均五年 百分之三十几 很多人都在说 特别是最近有一些文章说到 木头姐的基金 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累计下跌 达到30% 它要爆仓了 它要完了 基金大量赎回 木头姐的人设崩了 等等等等 那么实际上 在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研究之后 或者说网上 稍微看了一些文章的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看出 其实木头姐 它投资或者说重仓 压在那些新兴行业的里面 依然是非常超前 就举个例子来说吧 它以它重仓的特斯拉来说 我们知道特斯拉在今年宣布 它不会发布新的车型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它要集中力量 来研发全自动的汽车驾驶系统 因此与其和新研发一个车型 出现大卖短期的收益相比 特斯拉和它的CEO 埃隆马斯克 决定面向的是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换句话说就是潜在的自动驾驶市场 如果谁能够研发出第一套 全自动驾驶系统 并且把它用在美国的汽车上 并且得到了美国当地政府和路管局的批准 毫无疑问 这将会是一个垄断性的暴力 这也不难看出 现在呢 不论是谷歌 苹果 还是呢 亚马逊 特斯拉 它们都在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研究着这个自动驾驶系统 那包括中国的三大巨头 是包括了像蔚来汽车 百度 以及像小鹏 理想等等 除了研发纯电动汽车以外 它们的核心也在研发是自动驾驶系统 从木头姐发布的它们的嫉妒性财报中说到 它看好特斯拉 包括现在依然是重仓 持有整一个基金比例在7%以上的重要原因就是 它看好特斯拉的理念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呢 一旦研发出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之后 它预计 特斯拉将在美国新车销量中的占的比例 在5年之内会超过2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 在美国没有一家汽车公司 包括丰田 丰田在美国卖的最多 包括丰田在美国目前的市场占量率 也没有达到20% 所以说 作为一个新兴品牌 成立时间不到15年 特斯拉如果能够成功地研发出自动驾驶系统 那么有很大的可能 首先先不用说它的股价要暴涨 更重要的是 它在未来美国乃至全世界的 新一代汽车系统的销量中 将会占据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像苹果系统也好 还是安卓系统也好 一旦这个系统能够被其他的品牌所使用 我们假设像安卓这样的系统 那么它的潜在的利润 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特斯拉会不会开放它的系统 它如果一旦开放的话 毫无疑问 它的专利费用 以及潜在的费用 也将是天文数字 所以 虽然说在过去的四个月 木头姐的基金下跌幅度超过了30% 但是从五年的历史数据来看 它的业绩表现 依然是全美基金中最好的一支之一 不能说是唯一的一个演示之一 所以从长期来看 我个人觉得 作为电动车行业 到目前为止 纯电动车行业里面 唯一的一家在盈利的公司 特斯拉的前景 还是非常不错 再来讨论一下 关于澳洲方面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 没有这么多的新型企业 主要依靠的是矿业 金融 还有一些个人消费 包括像超市这些板块 在本周一 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ANZ 发布了他们的业绩报告 虽然说到 他们可能会有回购计划 但是重点之一 就是ANZ宣布 也就是澳新银行说到了 他们的利息的净收益 是下降幅度非常大 超过了七个基点 这啥意思呢 也就是客人的存款 和银行贷出去的贷款 中间的利息差 目前的利润正在缩减 它给出了很多的原因 但是毫无疑问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就是澳洲央行 目前对于加息的态度 使得澳洲本地银行的股价 目前依然没有出现 立即快速的上涨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中 跟大家说到 一旦加息之后 主要的受益的几个产业之一 就是银行 因为利息变大之后 它这个利息差 借贷之间的利息差 潜在的收益会变大 如果像现在的保持在0.15 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一旦升到了0.5% 0.75% 甚至于1.5以后 银行的利息差就会越来越大 潜在它的收益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美国也开始加息了 但是澳洲央行的罗行长说 他希望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 甚至于明年年初才会加息 这一则消息发布之后 在过去两天 我们看到澳洲的银行股就深受打击 当然了 从长远来看 澳洲的加息是不可避免的事 因此 从长远来看 我本人在2022年 依然是非常看好澳洲的四大银行的 毕竟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 其他的板块涨的实在已经非常多了 而今年在要加息还没有加息 在这个局面之下 其实现在银行股的估价 对比其他的同类来说 应该是说是出现了某种价格的挖地 所以咱们今天主要说的两个话题 第一 木头节为什么要依然重仓特斯拉的原因 第二 是澳洲银行板块在过去两天下跌的主要原因 以及我个人对其未来潜在看好的主要原因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 收藏 以及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